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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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五件行�監製和前國委执導的話題電影 《喜愛夜浮衫》 自從《預告編》和《海報》出了之後 選職引起各方面的熱烈討論 這一天一眾的男女演員 火辣燕心泳池派對會已經造勢了 我們一起看看現場的情況 來吧 為了讓大家率先感受夜蒲氣氛 電影公司就特意來到酒店舉行泳池派對 導演前國委率領著一眾的型男索女現身 為電影造勢 雖然活動這一天天氣非常冷 但一眾身材火辣的蒲男蒲女 都無懼寒風 以性感的泳裝現身 熱力逼人 一起聽聽導演前國委 對這部電影有甚麼看法 我幾位女主角都很用心 而且值得想 因為很冷的天氣 很難拍的水底 都能完成 辛苦了 這次除了舊有班底 有兩位主角留下 也加了很多新人 有沒有哪一個 你覺得合作上要再調節一下 要再進步一點呢 沒有啊 其實幾位幾條愛情線都OK 在我預料的好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第一次拍新熱戲 第一次拍新熱戲 初初很擔心 還有一點緊張 我之前有問過那些朋友 有拍過這些戲的朋友 他們說我們會怎樣準備 有很多溝通 就是我會這樣 然後我會這樣 你OK嗎 那些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 還有之前那些朋友都說 他們會拆 會狼口 吃糖 但是我們沒有 我喝了一杯咖啡 還有雨翹就吃了洋蔥 他是不是特意的 羊肉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很難忘了 雨翹 你好 我看到你今天弄傷腳 也有來到這個布仔派對 沒有什麼事嗎 斷骨 也要一兩個月才好 但是我都休息了 其實三四天左右就有照做 最辛苦是在韓國的 所謂溫泉的性感器 其實跟今天差不多不同 你都穿好 我都穿著外套 真的很濃感 對 那裡的人是穿羽絨的 都是這樣的天氣 都是泳池 都是凍水和凍煙 在水裡拍了六七個小時 所以那個是最辛苦的 其實是否性感 或者是否吃虧 那一刻真的想不到 因為真的很冷 這次的演出也很性感 之後會不會有更加厲害的底線 都差不多了 都沒有了 跟這次差不多 我想最性感也是這個 沒有再性感 因為這個也是沒有再性感 所以可以的 這次電影的海報出了 還有遠景片出了 反應都很熱 很多人都很討論 因為大家都很惹火 那你自己對這次電影的票房 有什麼期待 一定會很受得的 還有其他人都帶來 再期望這部電影的票房 更多人認識 還有看到 欣賞到這部電影的 香港本土電影的製作 都挺認真的 今次的電影 以一三有你 蒲爆2014為主題 除了在香港和內地拍攝之外 更加去到韓國取景 場面真的非常盛大 一種演員也有非常火辣的演出 大家都別錯過了